嫩嫩的动物 墙后面探出了一个熊脑袋 先接着帮帮 这把带的还是个飞轮 我要是这个帮帮啊 他把先接着双弹都能消除声 听声音 他在地上丢了克雷 这堂里面和外面是有点高低差的 看不见雷的范围我们就贴边走 将躲到的盖子更大 没有双弹拉不开身去 我们只能背部火力 这颗雷碰住右边不让我绕教堂 我都看到他没有连累打算 我们就接着往前走 这颗雷他不想连 重新认诺一组 抬手 我们稍微等一下 等雷快要爆炸的时候再叫飞轮 这样有机会可以把刀一起躲掉 转板直接过 去长板 最后来要炸板子往往没走完 想拼了 回到了 雷应该用的差不多了吧 走空地两档石刀 剩下来要加个反应速度就好 目的最好用的板子就是中间的长板 最后板进来之后呢我们直接转小门就好 像帮帮这个祖父啊 如果身位进来之后会吃人的 保持身具 不该吃它连炸不要吃 才是六盆酒的关键 一分钟还没打到 帮帮连雷连乱了 这个雷封住了板子 将有一个下走位 先刷连雷 砸头 打完这个板子之后呢 帮帮应该是追不了 这个节奏他换追的话 减了六魂 基本上也是征线酒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要出意外了 牛仔这波救人光顾着狗人 走遥控雷上去了 走到脸上去 还想狗人 被打了一刀 就不下来了 没关系啊 天气差不多 平衡满球 费能先躲一足二连 血线不多 靠近椅子 硬吃了一片拿出刀 还行 不会到了 而且鸟还省了 玩具伤有薄命 他就救牛仔 我在断后 打到一板 很转 接下来一定要四不清晰啊 玩具伤救牛仔是卡半的 把他自己上挂飞 所以呢 我们先要保证玩具伤的安全 又来了 看一下玩具伤 牛仔过程可以挡一段伤害 但被炸下来一定要给鸟 这只鸟其实被帮我反应了 但他想疯到的时候被牛仔给蹭刀了 那一说是将功不过 最后玩具伤也十六个 成功三把拿下 这局呢是把月瑟夫的残局 绿色的牛仔摸水 我有只鸟 就会脸上荒漾 月瑟夫没有产见 就为了想抓我 非常困难 但只要他来不好学 再去会太新的 这把还是很有机会的 这种情况一定要拒绝博弈啊 反击完之后直接占鸟 疯他没有板子了 占一步目的 这次鸟没有上头啊 先去拍照 牛仔的律师在补血 但是拍照之后没有通话位置啊 里面摸血 反应慢了一点 没有松开手 牛仔的挂飞 挂飞他之后 只有两个人嘛 我跟律师是双排的 跟他说我修不完 让他帮我一下 律师比较远 从拉丁里面走过来 还要很久 当时麦里面比较压抑啊 我跟律师也没什么交流 他摸到电击我也不知道 随后我还白捞飞一支鸟 不过没关系啊 律师傅显现还没好 他们这样好好打 还是有机会被比你举到 捕捉了一个飞轮 用加速 拉向墓地地脚 律师修的大门 让他先拉走一下 等于律师傅前面追出来之后再点门 等我带到墓地 律师刚开始点 地下两块长板 从时间 菜板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换啊 不知道地脚太远 短板本还留着 最后一块短板可以用一下 看来到费了 还是个蓄力刀啊 先要出个范围了 说到输 不能撒板 律师门点了八十多 先放长西出了 这样拉帅 不着急 来到家鸟 律师出门 拿下平局 第3局 运袭 那条没好 我们可以乱翻 但是快要好之后我们就要拉走了 贴一下板子 这次不翻了 真高巧 感觉内袭要起跳了 所以抬着看天 到头顶可以稍微看一下影子 走会打开坠机 手里有鸟 向火拉 先绕模型 抬到家鸟 而且没有打到 两个人合球 鸟持续时间电机差不多 卡最后一秒时间 翻板 练习起跳 开 到墙板去先绕 付时间 它跳完没好 这板子可以翻 在练习的角度 它肯定想把我跳死 贴 不翻 走位 手里还有飞轮 但这刀感觉打不到 不敲 它们交叉点了很多 冲一波门 点开了 让交叉把我考到 它里面是骗了之后就不好办了 跟它说先自保 又先锁门 列迹起跳 一盘往后走 跳空了 还有传送 传门之后再往后拉扯一下 然后吸出来 这个四跑就要收下了 就会不出来砍掉了 吸引起跳 倒走 在这样子小时小时再往上走 更开潮icie一些 连行进来的对方 越来越多的爬 越来越腾越多 虜越法 越来越了 越来越有了 越来越大万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越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